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 洛亚报道 消息 刘元携红二代反习 将领联署遭整肃 正当台湾大选选情激烈之际 中共党内反习近平的声音频传 与中共体制内人士有联系的学者袁洪斌爆料称 以老牌红二代刘元为核心的一大批党内人士 策划反习联署 火箭军军头和国防部部长李尚福 遭整肃的一个原因是参与其中 两位学者接受大纪元访问 发表看法 传刘元携红二代反习 军头参与遭整肃 旅澳自由派法学家袁洪斌1月3日 在台湾自由时报头版发表文章称 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 以刘少奇之子刘元为核心的红二代群体 达成政治共识 一是指责习上台10年彻底背叛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 倒退回文革17路线 最严重的是习政推动战事体制 准备发动台海战争 二是习近平摧毁中共民主集中制 经济民生恶化 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对外搞战狼外交 中国在发达国家体系成为公敌 三是提出改造中共 转化为中国社会民主党 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议会政治体制 放弃武力威胁台湾的国策和改善外交等 这篇文章称 参与反习联署的红二代包括刘元 邓朴方 胡德平 陈元 马晓丽 罗点点 还有叶剑英 贺龙 徐向前的子女等等 包括薄一波的子女 厨余中的薄熙来之外 刘元曾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总后勤部政委 在习的第一任期 被认为是习在军内以众之人 他本来被认为 有望在中共十九大尚未军委 但结果在2015年不到65岁时 就转入人大才经委 原因不明 袁洪斌的爆料还称 一批被习近平视为心腹的军中将领 参与联署 习对火箭军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整肃 就是证明 2023年12月下旬 中共火箭军等多个军种的九名将领 三名军工企业高层被免去人大 政协职务 坐实落马传闻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去年8月底失踪 10月被免职 原因不明 袁洪斌表示 这次反习行动是习执政以来 遭遇到的空前政治危机 习正坐在叙事爆发的火山口上 如果习效法毛泽东对这批红二代 再次实施政治大迫害 那么势必将点燃中共党内对习的怒火 习必定玩火自焚 习将在一场大危机中失事 而这乃是2024年极大概率发生的 中共黑天鹅事变 袁洪斌并没有说明 这次联署行动是何时发起的 不过2023年11月1日 刘元曾发表一篇 纪念刘少奇名诞的文章 提到刘少奇强调 民主集中制必须遵守 明确反对个人专制主义 邓小平时期 立规不允许搞一言堂 家长制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等等 该文被认为是对习独断专行的不点名批评 分析 共产党罪行累累 红二代中却有人想重组 助其逃过生死节 华裔学者李恒青 1月3日对大纪元表示 刘元曾是习近平的军中反腐大将 但是习让他早早退下来 因为刘元父亲比习父地位要高很多 按说刘元可以作为储君 所以习近平怕他 李恒青说 因为共产党原来是革命党 毛泽东希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 来维护政权 但是因为共产党在执政的七十多年 犯下滔滔的罪恶 死了那么多的人 最后在社会发生大变革之后 共产党要能够活下来 是非常困难的 李恒青说 因为习近平开始整肃一部分红二代 激起了红二代的反对 习所实行的专制强权 使这些红二代绝望 为保住既得利益 他们想将中共变成西方一些左派政党一样 最后变成一个社会民主党 延续社会主义 从而使共产党逃过最后的生死节 这是有可能的 我所认识的一些中共高官后代 有这种想法 很多人都有 李恒青认为 如果这些人真的能够有机会聚在一起 最后发动倒习运动 是能解决掉习近平和他的党羽 包括发动军事政变 但他们现在没办法集结 一旦集结 马上就会遭到整肃 我不觉得 这些人有机会能够聚在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形成共同声明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学者指望中共改良走不通 就前述爆料中留言带头反习的消息 吕奥历史学者李元华1月3日对大纪元表示 这个消息更像是外界的一种意愿 因为现在能挑战习近平的是红二代 这些人属于实力派人物 但留言不是一直在军队 原来在地方 现在军方这一批人不是他提拔起来的 他们能串联起来的可能性并不大 习上台极力防范 他们很难形成大规模串联 但是邓普方对习不满 并发表了言论 能看出来 留言对习不满 也发表了言论 都能看出来 就是红二代有相当一批人对习不满 就红二代欲将中共改良 转化为中国社会民主党 走向民主社会主义 议会政治体制的提议 李元华说 包括前苏联和东欧 最后都是抛弃共产党 中国也不可能走让中共就地改良的路 不管是红二代还是其他人士 如果还寄希望于搞个改良的方式 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这是妄想 而且这种声音已经几十年了 证明根本就行不通的 他说 中共披上所谓社会民主党的外衣 改头换脸 就会让中共历史上背负的罪行被掩盖 中共恶灵就会变相生存下来 继续为火人间 谢谢收听 这个视频 我们下期的视频